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另外這個的話 它是只有純底色 有沒有發現 這就是純亮片 有沒有發現它 Bling Bling 然後感覺就是很輕 隨便一打開它就一直飛 那它這個是純亮片 然後這個的話 它就是珠光粉 它有底色 它是 它們兩個的 綜合品 所以你們等一下 如果你想要那種 非常閃閃發亮的話 你就可以超級像這部類的 顏色 這個的話 它的 一樣是只有亮片 可是它的效果 跟剛剛這個 就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比較想要是我們 小時候 我們這邊可以用那種 亮片 然後另外這個的話 我們等一下也會用到 我們會把它用在我們的沙灘上 因為我們 海浪的話 基本上它會是比較飽盛的狀態 有帶給電 有帶我們之前做的那一種 沒有 好 那等一下我就是吃飯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們 海浪的話 它一定要飽盒 我們到時候 做出來的效果 才會有那種海浪開打上 它的那種 套落感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 色膏 然後我們說的比例 都是重量比的 所以就是不要 覺得這個兩杯 加上一杯 就是OK的 我們記得一定要都用棒 撐下去撐過 然後 數值2 硬化劑1 其實它就是它的比例 像我等一下會做兩鍵杯墊 這邊是兩鍵杯墊的量 所以我們的數值是40克 硬化劑是20克 然後我剛剛在加硬化劑的時候 其實它 分層的部分 它有稍微融合一下 可以看到它裡面有一個 激濕的狀態 然後我攪拌之後 它是不是變成有點霧白的感覺 然後可以看一下 像這樣子霧白的狀態 就代表它的A技跟B技還沒有完成混合 所以要再繼續攪 然後記得喔 因為我們的樹脂肌 它本身是比較黏稠一點的 所以我們在攪拌的時候 我們杯子的旁邊一定要刮 然後跟我們杯子的那種濕透的地方 一定要刮過 它這個問題是蠻好怕的 那我看氣泡 我們氣泡就是我們攪拌的時候 把那些氣泡 然後像我們今天做流動化的話 其實是比較不用擔心氣泡 因為我們流動化它只有薄薄的 大概三米 我們氣泡其實它是會脫到空間上的 你只要用熱鋒槍 或是用打滾機 稍微在整個構圖完成之後 稍微用風或是用火 稍微帶一下去破壞它的那個 氣泡的表面角力 其實就可以了 風透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原本厚米的樣子 等一下如果速度不夠快的話 它就會開始升溫 因為它會放熱 所以如果就是 然後我這一邊就是兩邊這一邊的量 所以你試一下 如果你要做哪樣效果 先把你自己想要的構圖 稍微做一下線條 然後用攪拌棒 把它撥到你想要它去的地方 然後記得用撥的喔 因為我們樹脂 它畢竟跟水比起來 它還是比較黏稠一點 所以如果你等到它自己流過去 就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我會拉一個距離給它 然後我會拉一個距離給它 因為我們的海其實它是有點漸層色的 所以我們杯墊這個大小 比較不適合放太多顏色下去 所以我們的顏色跟顏色之間 會讓它稍微融合一點 上餐 這個的話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 就是它只有純亮片的效果 所以我們倒下去之後 你看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我們木頭的顏色 然後因為我這杯比較大杯 你們等一下會用比較少一點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把我們的攪拌棒乾化 像這樣子 有點平貼 我們的樹脂的表面 這樣子把它帶過去 對然後OK之後 我們這個攪拌棒上面 會沾到下面的顏料 直接桌上面要合起來就好 然後記得喔 就是你不要找有破洞的地方 那就要再麻煩老師申請下經費 沒有 吸真空 一杯 你才要大杯一點 這個吸管是拿來吹的 瞭解 比如這種珍珠奶茶 拿到 水分子去吹別的那種 水分子去吹別的那種 哇 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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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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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小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補一點給它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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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200 可以到200度 這個不能拿來吹頭髮 然後我們這個風 你稍微感受一下它的這個直線距離 所以你不要把它吹在我們海的部分喔 因為我們用熱風箱去吹我們樹枝的時候 其實是會增加它的流動性 所以如果你一直吹你海的部分 等一下它就會一直被你從我們樹枝面上吹 我們今天用熱風箱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吹火浪 對 我們只要吹在我們浪的底部 對 把它往前推 然後推的薄薄的 我們剛剛下的 白色的柱子 它是不是有一點點厚度 它降落在我們的杯墊上 然後就是這樣子就可以了 對 剛剛是99.7 好 好 有點遠 好 讓花破碎感 然後它現在我們在加我們的海浪的時候 要著亮下 要不然你等一下就是整個 杯墊就會變得有點像蛋花湯 上面整個都是白色 因為我們其實色高它的飽和感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一樣用攪拌棒把它撥到我們想要它去的地方 然後剛剛有說我們這個技法是不用塗的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就一直在塗稍微 帶一點顏色下去 然後大家有看到我現在的這些素質就是 用剛剛這些剩下來的 顏料下去弄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這個構子的話 其實我們的配色的素質不用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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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我發現它的技法比較偏向我們壓克力流動化的技法 所以就是如果 如果 我發現它的技法比較偏向我們壓克力流動化的技法 然後我們就準備要下去了 然後我們就準備要下去了 那 我們 假設你看我的粉紅色我只要用一點點 可是如果我裝成大堆 我是 不小心就這樣吃了 怎樣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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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放太多 放弱 像我的小飛其實我都只會用到一點點而已 那我就可以先處理小飛 好到的時候就是這樣 好 現在就是一下 然後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們一開始在倒的時候 大概倒到 就是這個位置就好 你不要倒到最邊邊 懂意思嗎 然後你會自己慢慢滑下去 這個洞也要把它填起來喔 上面就是藍綠色 上面就是藍綠色 好 處理由一番模 加一些紅色的效果 讓那個亮度能夠衝出來 再加一點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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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就是把它烘開 把它烘開 那你們在烘的時候就記得 頭順的一份綠色 不然等一下我們會打在衛生機 這邊擦它那個綠色 我們就是把它烘開 它其實就會有一個很自然 你們有沒有發現 顏色跟顏色碰到以後 它能吹出去的感覺是很漂亮 所以你們其實 可以用多試多玩這個效果 因為這個效果其實出來的結果 更好會有更好 然後女同學等一下 把頭髮也好換 其中的面積比較大 到這邊有頭髮就在後面幫忙創作了 很久沒有幫女生剪頭髮而已 好 上開其實 還蠻OK的啊 沒什麼問題 那這邊的話我現在發現它不是我親裡的 然後香蕉 然後我在黑色的地方可能就是再加一點點 金色的感覺是細一點 我金色的現狀想要讓它很困難 就是保持一下這樣 然後我現在就把黑色的部分 稍微再存在一點 大隻熱風槍它的溫度跟風量都比較大 所以如果用大地熱風讓它下去吹 它畫面感覺比較好 所以你現在想要保留它的現狀的話 你自己用西瓜 你要用大地熱風來炸掉 去做這個擴散的效果 一樣跟剛剛做海浪是一樣的意思 走開 很小的範圍一下 大隻熱風槍有兩個 那個 按到中間是像現在的弱風 然後按到 這個有一個缺點就是 我現在這樣噴不好噴 然後在等的過程中 我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我剛剛的手套在這邊 等一下都記得 我非常謝謝 記得 記得 我喜歡 你當然知道 他有一個多種圓 我又等到 你知道嗎 我也是 你可以 你可以 我可以 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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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盒 可以啊 我現在有一個小 好像也沒得烤 已經都乾了 要把背面的膠帶把它撕掉 操作過了,所以我就是在旁邊看而已喔 好,一起來喔 不像其他所無言 可能第五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